没想到,印度版GPS竟然想要超越中国北斗 大家都知道,印度处处都喜欢拿中国做对比 这部5月份时,印度第二代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然后印度国内举国欢庆 他们一边疯狂庆祝,一边对中美两个国家疯狂输出 对于美国,他们是非常愤怒 说印度导航系统是对美国关闭GPS的回应 对于中国,他们总是迷之自信 有的说,大多数国家都不会使用中国GPS 有的说,印度航天的潜力很大 他们比中国更受世界欢迎 甚至有的说,印度应该在全世界扩展导航系统 然后在世界上与中国进行对抗 还有干脆将印度导航称作世界第四大导航系统 排在了GPS、伽利略和日本导航之后 直接忽略了中国北斗 可以说,印度成功发射一次导航卫星 他们就敢拳打美国GPS,脚踢中国北斗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印度版GPS真的很牛吗? 为啥他们这么勇呢?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印度的区域导航系统 纳维克 印度版GPS的名称叫纳维克 因为它只能覆盖部分地球区域 因此全称也叫印度区域导航系统 2016年时,印度就完成了第一期组网 整个导航系统共有7颗卫星同时载轨 范围覆盖印度本土以及周围1500公里的导航系统 这次发射的第二代导航卫星 其实是为了替代原有7颗导航卫星中的第一颗 说白了,就是这导航系统性能不咋样 顶多也就和我们北斗2号差不多 更别说和我们覆盖全球的北斗3号相比了 印度之所以对他们的导航系统盲目自信 主要处于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成本,一个是时间 首先在成本上 印度航天的人工真的太便宜了 2017年,美国媒体曾报道 印度太空工程师的平均月薪只有1000美元 对比其他国家就廉价的多了 美国纳沙的平均年薪有95000美元左右 平均到月薪将近8000美元 两者工资相差了8倍 这样一算的话 印度航天科学家确实是在为爱发电 我估计全球能和印度航天工资媲美的国家只有中国了 根据数据统计 我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平均月薪是9000元人民币左右 换算过来大概每个月也有1200到1300美元 如果再算到2017年 两者的工资估计差不多 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 对于无私奉献的航天科学家们都是充满敬意的 除了人工便宜以外 印度对于导航系统的执念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美国给坑怕了 1999年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冲突 由于这片区域位于高海拔的山区 印度需要精准的导航系统辅助 来应对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 所以就和美国沟通 希望借用GPS帮助印度对该地区进行定位 没想到关键时刻 美国却拒绝了印度的请求 美国的态度让印度感到非常不爽 但同时也深刻认识到 卫星导航系统这么重要的技术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在这之后 印度也开始谋划组建自己的导航系统 2006年 印度政府正式批准了 印度区域卫星导航系统项目 代号IRNSS 这也就是后来的纳维克导航的前身 该项目将由印度空间研究机构负责开发 不同于中国建设北斗导航的三步走战略 纳维克导航非常激进 直接跳过了北斗的第一步实验阶段 直接快进到了第二步以及第三步 就是先建设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完成之后再建设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 而纳维克就是属于印度两部走战略中的第一步 按照印度空间研究所的规划 他们打算在2009年发射首颗导航卫星 2011年完成区域系统部署 也就是从立下到完成初步部署 要在6年的时间内 完成导航卫星系统的组建 对比中国北斗二号导航卫星的18年时间 直接缩短了三分之二 看起来印度对自己的自信心确实非常大 不过虽然目标很明确 但是执行起来确实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经常能在晚上看到 印度招商引资会喷上土地拆迁 供电供水等各种问题导致攻击一拖再拖 其实这在印度航天发展中也能经常碰到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原本ISRO预计要在2009年就发射首颗导航卫星 但是因为场地问题 承包商提供的零部件不符合规格要求 行政因素 土地工程延期等各种因素 导致发射时间不断延期 那要怎么办呢 ISRO给出了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加钱 用提高投入资金来推进项目 而这也带来了两个后果 内部烂尾合同迟迟解决不了 总的项目投入成本不断堆高 根据统计 从06年设立项目赛到2011年12月原定计划完工时 产地承包项目仍有36份合同未能履行 截至到2017年正式组网成功时 项目组还有7份合同没有履行完 这些合同最终都要算在纳维克的成本上 原本06年给纳维克项目的拨款为142亿卢比 结果到了2017年3月份 这个项目的总支出 就已经达到了244.6亿卢比 相当于超出了102.6亿卢比 比例超过70% 除了土地 印度还有腐败 人才等问题 各种因素叠加之下 第一颗导航卫星直到2013年才发射升空 2016年才完成组网 比原电计划晚了5年 虽然晚了很多年 但是印度依然高兴坏了 因为纳维克的组网 意味着他们不仅摆脱了对美国GPS的依赖 而且还成为第四个投入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前者让印度松了一口气 后者则让印度虚荣性爆棚 因为印度不仅比欧洲伽利略导航还早了半年 甚至组网时间也比中国北斗2号 要少了整整8年时间 这怎么能让印度不高兴呢 因此当时很多印度网友都一点嗨 印度导航前途无量 赶超北斗不是梦等等各种自嗨 就像开头说的那样密知自信 然而事实真的如同印度所想的那样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航天知识的都知道 这种想法极其可笑 要知道 北斗2号是由14颗卫星组成的导航系统 而印度纳维克的区域组网卫星数量只有7颗 是北斗2号的一半 如果按照整个北斗系统的55颗卫星比较的话 纳维克导航连北斗的尾灯都看不到 所以忽略数量 单纯以组网时间长短来对比 不是坏而是蠢萌蠢门的 其次就算拿欧洲的伽利略来比较的话 印度纳维克导航的差距也很大 伽利略导航系统在2016年12月正式投入运行的时候 也已经发射了18颗导航卫星上天 可就这7颗导航卫星 其实也不全是印度自言的 比如导航卫星最关键的核心零部件 原子中 我们都知道 原子中精度代表了导航卫星的导航精确度 以及寿命长短 在这一方面 中印两国的差距非常大 我们因为收到西方的制裁 原子中的供货总是断断续续 因此只能被迫自言解决 但印度却没有这份顾虑 因为人家可以直接跟别人买 印度纳维克导航卫星上的原子中都是进口的 生产商是欧洲航天防卫公司旗下的阿斯特里姆 因为是其他国家制造的 印度也怕出现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 就在每颗卫星上都安了三个原子中 其中一个为主 另外两个为辅 整个导航系统总计拥有21个原子中 作为常年被封锁的中国航天来说 这样的配置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 可没想到的是 在这么全面的布置下 原子中还是出现了问题 2016年 印度科学家突然发现 纳维克导航出现了波动 于是他们开始了紧急排查 这才发现 原来是2013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上的原子中失效了 不久后 这颗卫星上的另外两个原子中也失效了 印度华费巨资购买的原子中和发射上去的卫星 就成为了一堆废铜烂铁了 被迫无奈之下 印度航天只能再次发射卫星弥补损失 可在这一时意外又发生了 2017年8月 印度发射第八颗导航卫星的时候 因为整流罩没有及时打开 卫星被卡住无法到达预印的轨道 结果发射失败了 当时的印度航天估计气得都想先桌子了 但是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2018年时 纳维克导航卫星上失效的原子中数量越来越多 最终21个原子中里面 足足有9个有问题 故障率高达45%以上 直接影响了数颗卫星的精确度 这直接让印度傻眼了 好不容易阻网成功了 就这么被人给坑了 印度只能一边抗议 一边忍痛再次发射卫星 18年的4月份 印度发射了第九颗导航卫星 而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不过这次也让印度原本的预算又超了 根据媒体预估 两次额外的发射 让纳维克导航的成本 又平白增加了7000万美元 这一导航卫星弄的 也确实让印度闹心 为了永久解决这个后患 所以ISRO准备自研原子中 2018年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已经开发出 用于导航卫星精确定位的原子中了 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这次在5月底 印度发射的纳维克第二代导航卫星上 就搭载了自研的原子中 至于这次质量如何 我们就留给时间了 虽然印度卫星导航系统的组件 可可绊绊 但也足以让印度人感到开心了 所以有印度媒体不仅宣称 印度正在向全球航天超级强国迈进 甚至开始畅想 未来赶超GPS和贝斗导航了 那么印度纳维克导航的前景如何呢 未来能追上GPS和贝斗三号吗 其实说实话 压根就没有人看好它 就像外国网友说的那样 印度总是先向全球宣布他们宏伟的计划 然后举国欢庆 吹嘘自己的计划 然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计划 与其他国家对比 嘲笑别人的计划 但是到了最后 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计划是什么 这句话是在讽刺印度国家重点规划的毛病 但是用它来形容印度导航系统 其实还挺合适的 因为纳维克导航的卫星比较少 它们对于区域覆盖的定位和寿石精度都差了很多 定位精度和寿石精度越低 代表导航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越高 它们和卫星的数量 原子中精度等因素都有关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纳维克导航的定位精度只有20米 寿石精度是50纳秒 而且这还只能服务于印度周边地区 寿石精度能达到2-3米 寿石精度可以缩短至10纳秒 两者相差了5-10倍 即便是在全球 北斗导航的定位精度也达到了10米 寿石精度20纳秒 也比印度导航系统要精确的多 最关键的是 中国北斗下一代导航系统也在规划当中了 2023年 北斗三号导航系统预计将发射三颗备份卫星 届时我们的精度还将会继续提高 按照中国的发展速度 我估计印度在几十年内都无法追上北斗的脚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为啥那些印度网友总喜欢拿北斗作为对比 说自家的导航超过北斗 比北斗更受欢迎之类的 就是因为北斗的条件 不管从各个方面来看都远超印度 北斗就是他们做梦都想超越的目标 所以他们才天天碰刺北斗 而这也不是印度第一次碰刺中国航厅了 一旦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 首先要做的就是拿中国出来做对比 比如在2014年时 印度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成功抵达火星 印度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碳火的国家 本来这事挺值得高兴的 可印度网友却阴阳怪气地说 曼加里安号的成功 就是在中国的山口上撒盐 调侃的就是之前中国的 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 碳火失败的事 当然印度干过的事还不止这一次 比如在2015年时 我国用长征六号火箭将20颗卫星送上了太空 并且还把这20颗卫星送入了不同的轨道 创造了我国的历史记录 而印度也不甘落后 2017年 印度将104颗卫星塞到了一颗火箭中 并且成功地发射升空 不过与中国精准控制入轨不一样 他们只负责将一堆卫星 送到了预定轨道附近后 直接放飞 最终这些卫星的结果如何 他们是不管的 所以当时国际社会对于印度的这种发射 是有一定的疑问 可印度却不管 只要能让印度的航天成就超过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就行 为啥印度这么喜欢跟中国航天对比呢 因为他不甘心啊 曾经的中印两国在航天领域 差不多都是同时代起步的 甚至可以说 印度拥有的优势还更大 可是到了最近几年 印度的航天水平却被中国越来越大 连印度内部都出现了一种 印度航天普遍落后中国十年的说法 比如在航天发展的初始阶段 两家起步的时间都差不多 1961年 印度就今组建了国家太空委员会 正式宣告印度向航天领域建军 而我国则是在1956年 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由钱学森任院长后正式起步 此时两家也就差了五年左右 并不算多 但是此后的差距却开始显现出来了 这也是因为 印度的航天发展获得过非常多的外力帮助 而中国却没有 1963年 印度第一次进行了航天实验 其中火箭还是美国提供的 1970年 印度又跟苏联签订了空间技术合作协定 由苏联提供包括火箭 发射装置 雷达站等一整套高空探测设备 这是相当于把饭味到了嘴边 让印度咽下去 而且除了美苏外 法国也在印度本土建立了一座大型火箭工厂 1975年 拥有如此众多优势的印度 在苏联的发射场 用苏联的火箭发射了印度制造的人造卫星 阿里亚哈塔卫星 并且成功进入轨道 标志着印度进入了太空时代 当然印度也不满足靠别人的火箭来做到这一成就 于是在1980年 印度第一次用自制火箭发射卫星 并且成功进入轨道 成为全球第八个拥有独立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 而作为对比 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却是另外一个局门了 1957年时 苏联还对中国的火箭技术进行过援助 但在1960年时 苏联突然撤回了援助 就剩下中国自己独立探索航天了 苏联不帮忙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也利用八筒协议 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 所以中国航天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 基本都是靠着我们的航天人 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出来的 1970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 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 拥有独立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 早了印度十年 2007年 我国第一次向月球发射了长额一号探测器 而印度则在2008年发射了月船一号 晚了中国一年 也是2007年 我国首次进行了反卫星实验 而印度则在2019年进行了该项试验 晚了12年 2022年10月31号 梦天实验舱与天鹤核心舱对接成功 自此 中国空间站已基本组建完成 同年 印度官方宣布要在2030年 也要组建印度空间站 印度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历史规律 中国可以建空间站 印度也能 当然 今天我们聊这些 并不是为了嘲讽印度导航或者是航天水平差 反而是想说明 虽然印度航天的发展 因为有美苏等国的帮助 前期发展顺利 但正是因为有这种帮助 导致印度航天在早期时缺乏了一些任性 不过在经历过美国GPS的拒绝后 他们也懂得了科技自主的重要性 也开始学习中国 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也要坚定的走独立自主的航天之路 希望我们的航天 能够始终保持这一股子精气神 继续前进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